首先呢,現在的時間是下午的兩點鐘 我今天要測試的粉底就是Georgia Armani他們家新的粉底液 然後我知道這一款可能台灣三月的時候才會上市 那我是從英國買的 所以呢,就是算是一個領先嘗試一個新產品 然後我的色號是4.5號 那我自己本身喜歡帶黃調的顏色 就是我不喜歡帶粉調的 所以就給大家一個色號的參考 首先我先把我的鏡頭拉近一點給大家看我現在的膚況 我黑眼圈一直都蠻嚴重的 就是咖啡色然後有一點點的 就是帶紫、青紫色那種感覺的黑眼圈 然後我鼻翼這邊呢就是一直都會有這種泛紅的現象 那我現在是沒有長痘痘的,所以看起來還好 就是我鼻翼跟下巴這邊就會一直都有一點點紅紅的感覺 那其他部分的話就還好 好了那我們就趕快來測試這個新的粉底液 這款粉底液它一樣有這個壓頭 那我今天就用海綿來上 我剛剛壓半下,現在再壓半下 這款粉底液我大概需要壓到一下的量 好,我塗的有點混亂,但是就直接用海綿壓掉 我今天使用的海綿是Godgmail的海綿 那我在之前的2016愛用品沒有分享過這顆海綿 我覺得它算是Beauty Blender的代替品吧 我邊上邊講一下就是我對這個粉底的感想 這個是我第三次使用這個粉底 就是我買來之後 我自己已經先用過幾次了 所以這個不算是一個first impression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就是這個粉底液 我覺得它遮瑕度算中上 4.5這個顏色對我來講也剛好 就是稍微比我膚色再亮一點點的感覺 我最近皮膚感覺真的有變比較白 就是我之前的那個粉底液太白的 最近上起來都覺得還OK 然後之前我覺得上起來蠻剛好的顏色 最近上起來都覺得有點太深 好上完了 嗯 我現在自己從鏡頭前面看覺得 整個妝感看起來非常的好 現在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好,額頭我其實本來就沒有什麼瑕疵 所以再往下看 黑眼圈的部分我剛剛沒有特地的疊加 所以就是薄薄的一層而已 因為我等一下還會再上眼睛的遮瑕膏 所以眼睛這一塊我不想要讓它粉太厚 我的粉底就不會上很厚 然後看一下鼻翼這裡好了 就是我本來就容易泛紅的地方 稍微有遮住一點啦 就是我覺得我應該再多壓幾下 就看不太出來 好,好像也好一點 OK,然後下巴也是 泛紅的地方基本上要遮得掉 本體上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算是一款稍微帶光澤調的粉底 它不是霧面的 好,這是剛上完妝的樣子 那我就接下來把其他彩妝上完 等一下再回來 嗨,現在的時間是下午的三點鐘 也就是我現在這個底妝上了一個小時了 那我現在的妝畫完了頭髮也整理好了 所以就簡單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現在剛上完妝到現在呢 它大概看起來像這樣 就是它是有光澤感的底妝 那我今天這個妝會做一個妝容分享 所以有興趣的人 我再把連結放在下面資訊欄 那大致上看起來是這樣 現在看起來還很完美 那我晚上回來再跟大家做update 所以基本上這個妝看起來像這樣 其實它沒有太白 是因為我上了一個比較紅的唇膏 所以會覺得臉好像比較白 那晚上再回來跟大家update囉 嗨,大家好,我回來了 那現在的時間是晚上的快到11點鐘 那距離我下午兩點三張時間 大約就是八、九個小時左右 那我先來看一下 OK,好 我的T字有蠻明顯的油光的感覺 我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這麼近應該會很明顯 你看我額頭很亮有沒有 然後鼻子啊下巴 我口紅是剛剛想說拍影片之前才補的 所以口紅是另外一個顏色 那我的粉今天一整天都沒有補過妝 一整天 看起來有出油我覺得並不意外啦 因為我本來就是混合肌嘛 然後T字容易出油 那...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出油的狀況是油對不對 但是它沒有卡粉 或者是那個粉整個 糊掉或結塊的感覺 它只有油亮的感覺 應該看得出來吧 看鼻翼的地方就還蠻明顯的 它並沒有什麼卡粉 然後就是...只是出油 你看就是粉都沒有那種結塊的感覺 那我這邊順便講一下我的補妝方法好了 因為對於容易出油的人啊 你一定要拿面紙 稀油面紙會有點太乾 你拿面紙 這是衛生紙啦 但應該要拿面紙會比較好 就是...在你會出油的地方壓過 把多餘的粉 不是多餘的粉 多餘的油光壓掉 好我壓過了 看起來是不是好多了 而且...我給大家看我的衛生紙 上面沒有什麼粉的顏色欸 很淡有沒有 這樣子感覺好像就是... 起死回生的感覺 雖然剛剛好像也沒有死得很慘 但是...就是... 還是有出油的狀況 像我剛剛說的 因為它的粉 並沒有結塊或位移的現象 所以我現在覺得 壓過油光之後 看起來其實好像也不需要補妝的樣子 那我來總結一下 因為我這一款粉底 我今天不是第一次用 我已經用個兩三天有了 所以依據今天這個狀況呢 我可以說一下這幾天的小心得 其實剛剛大家看到的狀況 跟我這幾天用到的狀況是一樣的 現在的狀況是混合肌偏乾 然後T字還是有時候會出油 我發現上妝的時候它妝感很漂亮 然後遮瑕度也很自然 雖然有中上的遮瑕度 但是它到了晚上之後呢 會蠻明顯有那個油光感在臉上 我說不上來就是它不是... 我覺得它其實有...那個油光有一點太過了 就是有一點太油亮 可是它並不會真的糊掉或是吐石流 就是我用起來的感覺啦 因為正常來說 如果出這麼多油的話 那個粉應該整個都已經脫掉了 可是它並沒有像脫妝的那種整個結塊感 它只是變...光澤太強了 就是感覺就是那個...我也不會講欸 不太像...我不知道這樣子到底算不算是脫妝 但是我覺得是我可以接受的範圍 因為它其實還是不太需要補妝的狀況 而且我剛剛講過我剛剛是八九個小時 中間完完全全一次都沒有補妝 所以我覺得這個效果已經是OK的 那如果你是本身就喜歡韓系光澤肌的人 我自己覺得這款粉底可能會適合你 因為它不是那種... 霧面感的 或者是那種... 呃...容易脫妝的 就是它只是在時間過久之後 它會感覺光澤度越來越強的一款粉底 比起韓系的那種光澤肌的底妝來說呢 它不會有這麼多的厚重感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光澤肌的人 我會覺得這款會是你喜歡的粉底液 因為我那時候看這款粉底液的國外的review的時候 我看到大部分人都說是適合混合肌 所以我那時候對它的期待是 它可能是比較屬於控油款的那種 但是我自己使用起來 因為我最近是皮膚比較乾的狀況 它都還是會出油 所以我不知道到夏天使用它 它會不會還能hold得住那個底妝 目前這幾天因為台灣天氣又開始... 走降 就是感覺現在冬天才開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反正呢就是台灣最近其實冬天 不是最近冬天 不是最近冬天 是最近天氣比較像冬天的情況下用它 我的底妝目前狀況是這樣 就是我用的這幾次以來 我一直都是早上中午都還很OK 但是到了大概晚餐時間左右 就會像大家剛剛看到那樣子有油光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光澤肌的OK 或者是你會習慣補妝的人我覺得也OK 那大概就是這樣的狀況 但是我不得不說 我覺得它剛上妝跟整體的妝感效果是非常好的 有皺瑕度但是它又有它的薄透感 就不會讓你覺得像面具臉妝很濃的感覺 目前這款粉底呢台灣還沒有上市 那如果上市之後呢 我建議大家還是要去專櫃試試看 試在自己臉上 試在手上其實也不準喔 就是試在臉上過個半天左右的時間 才能知道適不適合你的膚況或膚質 另外呢我最近想要拍一個新手的Q&A的影片分享 主要是因為呢我發現很多彩妝新手 問我的一些彩妝的問題或是手法的問題都有一些重複性 那有一些可能是我真的真的沒有注意到 所以在我的分享我妝容的部分的時候 我就不會特別的去解釋 或者是特別的去說明那個手法的技巧 所以說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新手Q&A的問題 就是你想要提問的話呢也可以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之後的新手Q&A影片呢可能就會出現你的 就是你想要知道的答案 或是我盡量可以回答的啦 就是可能沒有回答很好 但是我可以盡量回答大家就回答大家 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還喜歡今天這個簡短的測試影片分享 那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別忘了在下面幫我按個Like 或是可以加入我的Facebook Instagram還有我的微博 好啦那今天這個影片到這邊 下次再見囉掰掰